当地时间8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亚德 分别会见埃及总统赛西 以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习近平在会见埃及总统赛西时表示 中埃应该携手努力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 深刻复杂变化 中埃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更加凸显 相信我们这次相聚 将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注入新动力 中国和埃及理念相通 利益相连 我们应携手努力 朝着新时代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 全面向前迈进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愿同埃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如期高质量建成 摘月十日城市郊铁路 和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实施好中埃苏伊市经贸合作区等重大合作项目 中方愿同埃方 以首届中阿峰会为契机 携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就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加强对接 中方祝贺埃及成功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沙姆沙伊赫大会 愿在能源转型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合作 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赛西表示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 涉疆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埃方愿同中方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期待即将召开的首届阿中峰会 开启阿中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在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表示 中巴友好深入人心 半国多世纪以来 双方始终相互信任 彼此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 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 始终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习近平表示 国际社会应该把巴勒斯坦问题 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 坚持两国方案方向和土地换和平原则 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基础上 推动重启和谈 中方将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公正持久解决 不懈努力 邢静明强调 明年是中巴建交35周年 双方要规划好庆祝活动 中巴签署了旅游合作文件 积极推进中巴自由贸易区谈判 中方将持续为八方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愿同八方就推进中阿关系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加强沟通合作 阿巴斯表示 中国是巴勒斯坦真诚和可信赖的朋友 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八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港 涉疆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